据台湾媒体报道 14号台湾宜兰县头城外海 近龟山岛附近一艘渔船着火 现场黑色浓烟直窜天际 火势相当大 另外在前一天 在彰化也发生了一起渔船着火事故 由于船只并排停靠 总共有四艘船被波及 汪洋大海中渔船熊熊燃烧 船面是火球 上方浓浓的黑烟不断的窜出 海巡人员用水珠灌溅 火势向到猛烈 船上两个人紧急跳海逃生 火烧船发生在宜兰外海 龟山岛北方 当时海巡巡陆发现黑烟 也接到多通民众报案电话 他们远远就看到 龟山岛的尾巴冒烟了 黑烟直窜天际 远处就能清楚看到 还好即使救援 跳海逃生的两个人 船长跟船员都被救了上来 这艘三奥级的渔船几乎烧成了灰烬 鱼鱼说真的遇到了只能弃船 我还说发生灰烬是大家有什么原因 这些人走火 有些人打油 有油管打出来 超过 跑到这下去 那个加热 焦化信息温纳杠也发生火烧船意外 13号晚间 熊熊大火把小渔港照得通红 暗夜里噼里啪啦的爆裂声响好吓人 停泊渔船旁边的船只是并排停靠 这下变成了火烧连环船 海巡跟消防都触动灭火 但是船上还有油料 火势太猛烈 一时难以扑灭 大火烧了一小时 三艘几乎全毁 估计损损失超过7000万 其中有渔船才刚买不久 新船损失更加惨重 火灾发生时还有一艘船紧急开走 船边边缘也被烧熔 总共有四艘受害 为何暗夜火烧船 从监视器上来看 火事发生之前没有人进出 期货原因还有待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